11月底 包女士在嘉兴万林林肯赛斯店订购了一辆林肯航海家月夜车 价值38万多 包女士介绍 提车之前 她在微信上向赛斯店的销售提出 要三个月内的车 当时销售回复都是新车 哈哈哈哈 然后他们跟我说是 说是全部都是新车 然后我来提 一看是6月份的 6月份 然后我又发现了 发现了这个车就是全是划痕 估计他们干毛巾擦嘛 干毛巾擦你新车一擦肯定就是有毛巾擦的那种 而且那个座椅下面 主驾座椅下面就是脏的 脚拖也被调过了 包女士介绍 12月1号提车时 她就发现了车子上存在的这些问题 但最终还是把车子提走了 后来又发现了其他问题 她一直跟我说是新车 洗过车以后就发现了那个后面还起雾 然后那个蓝牙被连 包女士提供了照片 车子后尾灯有水雾的情况存在 蓝牙显示之前已配对设备 她开始怀疑这辆车的情况 我怀疑它是展车了 还有库存呀 月份也不对的呀 一系列的东西全部都是那个 就像人家展示过的一样的 跟他们说我库存啊 库存车他们就不承认了 让我给出相关文件 然后就说尾灯起雾吗 非要去检测 我数学就是要么给我退掉 全款退掉好了 采访时 江新万林林肯赛斯店一位周经理通过电话进行了回复 我们叫到他手里的时候 应该是五个月稍微多一点点 客户认为三个月以上叫库存车 但是实际在正二八景的一个名门 也没有正二八景的名门规定 说三个月以上就是叫库存车的 就是他当时买的时候 他要的这个配置 要的这台车就是六月份的呀 说过要三个月之内的车子 但是我们没有跟他说有的呀 你们销售说是都是新车 那是新车呀 五个月的车子也是新车 难道不是新车吗 那你的意思是他之前要求过三个月内的 你们没有同意呀 对呀 周经理还介绍 包女士这辆车没有坐过展车 蓝牙连接记录是包女士提车几天后才提出质疑的 无法确认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黄寒应该是有时候拿比如说毛巾我们再给他擦拭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难免啊 如果说您觉得这个黄寒那个的 那么你过来我们也可以 就是适当的给您做一下就是亲面护理看一下 尾灯我们可以328紧的就是检查 针对包女士提出的退车要求 周经理表示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证据去支撑他作为退换车的条件 我是这么觉得客户的 如果说你你是不认可这辆车子的 你倒可以在骑车当天就质疑或者是不提走的 而不是过了半个月你又重新回过头来 再去拿这些证据来跟我讲这些 目前双方还在做进一步沟通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已经被返骑 자기了 两天引擀她的精神